哈囉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以薰 歡迎收看電玩宅蘇珮 喜歡人中之龍的玩家們 在PS上玩了集還有集二之後 會不會覺得不夠過癮 想要技術玩下去 可是又沒有以前的主機 或者是不懂日文 所以只好放棄了呢 好消息來了 因為現在三到五代 即將在PS4上特出中文化 而且還是高畫質版本喔 趕快一起來把同聲音碼的傳說 都給補完吧 人中之龍系列 在PS4上 將一代和二代高規格重置 且中文化的集 集二 都獲得不錯的成績 現在SEGA也正式宣布了 Project Reno 要將人中之龍三到五代 搬到PS4上面 推出反中高畫質版了 解析度提高到1080p 且幀數都提高到60fps 除此之外 受到台灣玩家喜愛的 波多野捷衣 與桃奶木香奈 也將在最新的人中之龍3出現喔 最眾人佐藤大輔 這次也特地來台說明 人中之龍3預計在今年8月9日發售 四大與五代分別預計在今年秋天 與明年春天與大家見面 在現場也表明了 因為不同於初代與二代的PS2畫質 三大五代是發售在PS3上 相較之下 所拉高這集系列的規格重置 較無異議 因此決定先將舊作中文語告進化 並將剩餘的人力 集中在往後的全新作品 看來喜歡人中之龍的玩家 接下來又玩不玩的遊戲囉